快步日行25分鐘 長命青年很輕鬆 哭不哭不死呀 那就當然不可以啦 不過想早死還是遲死 都還有得選擇的 德國薩蘭特大學做了個研究 以69個30至60歲沒有做開運動 但是身體健康的非吸引人士做測試 要他們每日做大養和高能量的運動 再觀察他們血液中的衰老指標 結果半年內 參與者都出現了有助修補DNA 對抗衰老的體質轉變 專家說 研究顯示 定期運動可以延緩衰老 建議每日快步行 或者緩步跑25分鐘 有助長命多7年 而適量運動 還可以在50至70歲的時候 死於心臟病的風險減半 我一直都沒有做運動的 現在才開始 遲不遲些呀 不會的 無論你是多少歲 只要你肯開始做 就會有好處的 研究還說 80歲以上的人 有一成會有心律失常 如果70歲開始做運動 出現心律失常的可能性 都會低些 想家人健康些? 快點分享這個動新聞給他們 叫他們一起做運動